丈夫出轨,情人怀孕,妻子竟同意情人生下孩子。 情人反馈,报出惊天秘密。 究竟谁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机关算尽,骗局重重。 谁骗了谁,一线正在不出。 画面上,这个可爱的男孩叫豆豆,两岁多,是爸爸妈妈的心肝宝贝,爷爷奶奶的掌上明珠。 可是有一天,一个人竟然站出来,说豆豆的爸爸不是他亲爸爸,奶奶也不是他亲奶奶。 这番话,让豆豆的爸爸黄先生吃了一闷棍,心里很不是滋味。 他平日十分疼儿子,爷爷奶奶更是视豆豆如珍宝。 黄先生想立刻把事情弄清楚。 我姐夫就跟我说最后去鉴定一下,然后我就请我姐夫的去做了一个亲自鉴定。 黄先生马上带着儿子到医院做了医学鉴定。 结果让黄先生大吃一惊。 他和豆豆之间不存在血缘关系,他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满以为黄先生会愤怒的找妻子理论,没想到,他不但丝毫没有责怪妻子,还对妻子抱一深深的愧疚和歉意。 因为我们家就是有个特殊的情况,我老婆不能生育,他有病嘛,去医院也检查过。 我父母也很想要这个孩子,因为老人家也很期盼,有个孙子。 黄先生的妻子不能生育,那么这个孩子也不是他妻子生的,那豆豆是谁生的呢? 说出真相的女子又是谁呢? 黄先生道出了他自己一段离奇的婚外恋。 黄真在江苏省宜兴市河桥镇的一家电缆公司上班。 2009年,一个22岁的女大学生李晓毕业后也来到这家单位。 由于工作的原因,他们很快就熟悉了。 因为一开始我们俩是在同一个公司上班,然后后来他就追求我嘛,然后我就和他在一起了。 黄真在这家公司当司机,他看上去30出头,高高的个子长得很帅气,言谈举止也十分儒雅。 对待李晓更是百般殷勤。 很快李晓就对他产生了好感,两人同居了。 他这个人很会骗哄的,他就在这里哄我什么什么之类的。 我想说啊,女孩子嘛,恋爱期间的女孩子都比了,智商等于零一种。 黄真的家就在镇上,父亲是做生意的,家里的条件还不错。 再加上黄真对李晓十分关爱体贴。 于是这段恋情以惊人的速度飞快发展。 这时候呢,两个人就不知道怎么就在一起了。 在一起了以后,我就说大概在两个月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怀孕了吧。 恋爱仅仅两个月就怀孕了,这一点李晓也没有想到。 这突如其来的意外让他心里忐忑不安。 李晓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黄真,两人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 然后我说,那就把小孩打掉吧。 然后他说,你不要,他说,然后他说,他挺喜欢小孩的,他对我挺喜欢小孩的。 听出李晓怀孕了,黄真的眼里似乎闪过一道光芒,一下子变得兴奋起来。 看到黄真发自肺腑的喜欢孩子,李晓心里多了一份释然。 既然如此,那就赶快结婚吧。 虽然相识相恋才两个月,谈婚论嫁确实有一些仓促。 可现在,墓已成舟,孩子都有了,也只好如此了。 此时,李晓并不知道黄真已经结婚五六年了,而黄真此时心里也是忐忑不安。 他把老婆知道后,这个家就不能维持下去了。 那时候我反反复也想了很多天,这一份呢,我就是决定还是向我老婆谈判。 反正也瞒不住了嘛,就直接告诉她,我外面有婚女人。 现在这个的法院的人,就是想请我老婆,请求她,就是原谅我。 其实,黄真能有勇气和老婆如是摊牌,心里还打着一个如意算盘。 因为她的妻子结婚多年,妻子一直不能生育。 所以她想了一个看似无比荒唐的想法。 没想到的是,她的妻子居然一口答应了。 我就是跟我老婆说,想让她帮我们生个孩子嘛,就现在就介乎生死。 现在很多人不是就是采取这种介乎生死的办法了。 就是孩子生下来,就是抱到我们家来,我跟我老婆一起抱她养大。 然后孩子以后长大了,教了长大了,就叫我叫爸爸,叫我老婆叫妈妈。 然后登记我们的户口。 然后我给孩子的亲生妈妈,我给她一笔钱。 然后她拿了钱,就是原谅关税,原谅这个孩子。 恭喜她的同意。 黄真一边找好借口,让妻子同意并接受这个事实。 一边还想着编造各种谎言,让李小相信她,为她生下这个孩子。 她就说我老婆不会生。 然后我说,总归她就是想要一个小孩。 就是这个,然后期间也就骗往下吧,让小孩生下来嘛。 就是对我就是说百伴很好。 至于至此,李小也没有办法。 她就问,你现在和妻子的关系打算怎么处理? 我回家离婚,跟你结婚,我上班谁让我等你。 为了得到这个孩子,黄真是煞费苦心。 一边安抚妻子,一边应对女友,两边都不能得罪。 随着李小的肚子越来越大,麻烦事又来了。 因为从恋爱到怀孕,李小的父母一直就不知情。 李小现在肚子一天天见大,她天天回家和父母住。 这怎么能瞒得住呢? 黄真又想出了一个主意。 因为到这五个多月的时候,肚子有点大,她抱我瞒着我家里, 然后就意思就是说,我就也瞒着家里能说去哪里打工打工的, 然后大概在她同学家里面一直做到生产。 她会经常去给我烧饭吃啊,什么意思的。 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她也有妻子, 而且你的这个跟她的这个关系也没确定, 你为什么还愿意就是生下这个孩子呢? 因为我一开始两三个月的时候, 她说会回家离婚的,那我就等她, 然后等了几个月以后,她说我通过朋友才知道, 她在我朋友那边说的,她说不可能离婚的。 时间转眼到了2010年8月8日, 李小要临产了,黄真把她送到室内的一家医院。 李小生下了一个男孩, 因为身体虚弱,母子在医院住了几天。 那时候我不是很正当,就婆婆在一个人师嘛, 就是一点力都没有, 她把小孩抱起的时候都没有听过我同意的。 那是什么时候,孩子多大的时候抱走的? 就生出来五天,出院的时候, 我说你把小孩放到我这里两段时间, 就让她大姐直接就抱走了, 就让她直接就抱出去, 都没有让我抱一下, 也没有让我看一下, 就直接把她抱走了,抱到她家去了。 情人生下孩子,妻子竟然欣然接受。 我就是跟老婆说, 想要帮我们生孩子吗? 男子心中窃喜, 自以为如意算盘打得很好, 没想到自己竟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我后来都把自己的老老婆看起来, 骗骗了谁, 一线正在不出。 俗话说, 直立包不住火。 李小的父母后来知道了这件事情, 两位老人记得浑身哆嗦, 在痛骂自己闺女不争气的同时, 老人也找上了黄珍的家门。 后来这件事, 我也不知道怎么, 就是让她的父母知道了以后, 然后就到我单位来闹, 到我们单位, 然后的话就到我家还来闹。 我父母都去他家的, 他们去, 中大的人都看到我们进去, 我说我不要你的钱, 你爸小孩还给我吧, 我说你爱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你要扶养费, 我赔他给你, 你爸小孩还给我。 事情闹得很大, 街坊四邻也都知道了, 黄珍设想的秘密计划, 如今变成了满城风雨。 如何解决这件事情, 双方的意见分歧很大, 面对面的谈判, 也反反复复进行了多个回合。 然后他就说那怎么解决, 然后好像是我一个亲戚吧, 说你要么就赔偿, 亲戚损失费, 要么就和他结婚了, 还有一个是什么, 把小孩拿过来。 他说, 我就三样让他选, 这个很正常嘛, 但是给他选择, 三条路给他选择, 他说我要小孩, 我给你补。 李小的父母通盘权衡了事情的利弊, 觉得还是放弃孩子拿到补偿美上策。 2011年6月30日, 双方协商, 由皇家支付李小25万元人民币作为补偿, 当天在协议书上签字, 黄珍肩负给李小十万, 剩他的十五万元, 黄珍承诺在一个月以内付清。 原来答应他一笔钱, 但是我由于经济状况那我一直没有兑现, 这笔25万块钱, 我是预先给了他十万块钱, 还剩十五万没给。 后来他说那我到五月一号的时候给你解决, 五月一号的时候他没跟我解决, 他就淘在外面差不多有一个多礼拜, 也不知道两个多礼拜。 由于黄家剩下的十五万元补偿金迟迟没有支付, 双方又起了矛盾, 经常发生争吵。 有一次, 由于冲突的很激烈, 闹到了当地派出所。 而在派出所, 李小竟然说孩子不是黄真的, 这让黄真大吃一惊。 然后我们在派出里录了口供, 然后我说这样子你去做妊子建议, 如果小孩是你的, 我把小孩给你, 然后我一分钱都不要你, 我也不要你任何赔差, 然后如果小孩不是你的, 你把小孩还给我, 你也不允许来打扰我的生活, 不允许来问我要任何赔差。 李小说的不是计划, 因为在他和黄真交往之前, 还处过一个男友, 李小按孩子出生日期推算, 觉得孩子应该和黄真无关。 后来我感觉不对劲, 撞下任务不对劲, 这大概少了五六个月的时候, 他也跟我家里闹吧, 我后来做小孩不约了, 然后让他念经验恩的吧。 最终的鉴定结果, 确认孩子确实不是黄真的, 黄真差点没气晕过去。 为了这个孩子, 他机关算尽, 费尽心血, 一气之下, 他把李小告上了法庭, 要求李小退还十万元补偿款。 但是当确认这个孩子 跟他没有亲子关系的情况下, 那这个协议的基础就没有了。 所以说原告认为这个协议 应该是无效的, 那我支付给你的补偿款 也是基于孩子是我的, 才会补偿你这笔钱。 那现在孩子不是我了, 我没必要去支付你这笔补偿款, 所以可以要求确认这个合同无效。 返还这个补偿款。 黄真要回十万元的补偿依据, 就是那份协议。 这份协议书的法律效力, 到底该如何认定呢? 首先呢, 我们要看这份协议的效力。 因为这份协议, 它对一个孩子的抚养权 作出了约定。 因为南方和这个孩子 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也就是说南方, 那原被告双方是无权 做出这样的约定的。 这样的协议呢, 是违反法律强证规定 及社会的公序良俗的, 公序良俗的。 所以说呢, 我们认为这个协议是无效的。 既然协议无效, 这是不是意味着补偿金 也要元素返还呢? 因为赠予金钱呢, 是南方的真实意识表示, 可以说是作为女方 生产过程创组的一种补偿。 她呢, 就是她跟那种孩子的抚养 是应该要单独开来开的, 就是分开来开的。 赠予已经交付, 已经生效了, 不能撤销。 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 审理了这起案件。 法院认为, 双方签订的协议 剥夺了李小和孩子 基于血缘关系形成的亲情, 违反了一般的社会公共秩序 和善良习俗。 据此, 法院裁定 不会原告黄镇的诉讼请求。 现在孩子还依然在皇家抚养。 两年来, 爷爷奶奶和孙子的感情 已经是难以割舍, 两位老人坚决不肯把孩子还给李小。 我就说我这小孩 一定不是你你家的你, 那你什么意思? 那你就把小孩还给我。 他不肯, 后来就第一次挑战, 不管我再, 那我说那算了, 我什么都不要你了, 你把小孩还给我。 我就去他家, 就过隔了一天去他家抱小孩。 他们知道我要去, 把小孩就去藏起来了, 一共藏了三次。 我去他家三次, 他把小孩藏了三次。 从感情上来讲的话, 倒是我也不愿意抚养这个孩子。 就算我愿意抚养这个孩子的话, 现在的情况, 也是没有办法办理那种收养的关系。 因为这个收养关系很难搬上来。 目前, 李小考虑到自己今后的婚姻生活, 暂时没有要回孩子的打算, 而黄珍的父母坚决要抚养这个孙子。 他们希望在适当的时候, 黄珍能和李小好好谈谈, 办理合法的收养关系, 由黄家来抚养豆豆。 但目前能够做的还只是等待。 毕竟那孩子是无辜的。 他现在所谓的父母, 从表现形式来看, 又不想要这个孩子。 就算他们的父母想要这个孩子, 想抚养他, 从法律上来讲, 他们又不能取得抚养权。 也就是说, 在这个孩子未成年之前, 他的亲生母亲随时随地 可以来要抚养抚养权。 现在孩子的爷爷奶奶很喜欢孩子, 也一直在抚养孩子, 但是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 毕竟他们能力有限。 孩子的未来, 其实孩子的身份一直悬而未决。 这就是需要的, 就是男女双方拿出智慧, 就是拿出责任心, 为了孩子的未来, 多考虑。 请回答